大家好,我是台中榮总传统医学课的江沛荣医师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绯闻症这个主题 患者来到诊间会提到他眼前有很多小黑点 小黑丝、黑云、黑雾、黑线怎么剥都剥不干净 主要还是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干肾不足 那就是肾因不足、干血不足造成的干肾因虚 那所以我们治疗上就是会从补肾因、养肝血入手 虽然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一定有个别的差异 譬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养虚的体质 那我们就会在考量他体质的前提下就是补羊 然后再加上就是滋肾、养肝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来就有些痰酌的体质 那我们在滋补干肾因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痰酌的情况先处理好 那如果是在配合针灸的治疗的话 就会针对一些譬如说可以瞑目啊 养阴的血去入手 像之前有一个大概是63岁的女性患者 那她经过治疗我们就是一周为一个疗程 那就是18周之后 她跟我提到说她眼前的那个小黑纹已经完全消失了 18周那大概就是4个多月 其实通常这个疗程的长久 主要是跟患者的年龄其实还蛮密切相关的 年龄越大这个部分要重新再补肾、养肝 重新再填充就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需要的时间也比较久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耗用 我觉得就现在 现代人来说真的对3CE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依赖 然后或者是过度的使用 反应在门诊就是可能一些18岁20岁20出头的患者 他可能就来跟我说 阿医生我只是昨天赶一下期末报告 我今天就是眼前一片黑点 像沙子一样 他觉得好恐怖 所以赶快来看医生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就中医来说 我们要养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日常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养阴就是睡眠 所以一定要睡得好 睡得够 而且时间要对 那我常开玩笑说 西医说一天睡满8小时就可以嘛 我说西医这个睡眠是算时数 我们中医睡眠是看时辰 所以呢晚上11点一定要睡了 因为他刚好配合天地的孕率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开始安神 然后把气血收纳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养阴 如果非纹症就是放着 你就眼前很多小黑纹啊 不处理啊 那老实说如果你能 只要不是视网膜玻璃 这样立即的危险 那可能就是跟这个小黑纹 小黑丝和平共处 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 或者是不舒服啦 只是就我们中医的观点来说 等于是现在你的肝肾阴血不足了 而且不足到可以上送到我们的木窍 那我们就只要吃一点 譬如说滋补肝肾的食物或中药 我们就可以改善这个情况 那why not 为什么不做呢 那你如果不想吃中药 没有关系啊 吃吃桑胜嘛 然后泡一点这个枸杞茶 加一点点龙眼干 少少的龙眼干 那或者是桑胜果汁啊 白木耳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帮忙的 嗯